这个男人文质彬彬看上去并不缺钱 可他却一枪打死老太太 拿走他所有的首饰 接着他像是在等人一样 站在电梯门口 走下电梯的女孩刚一回头 只听砰的一声枪响 这个关于侥幸逃脱法律制裁的故事 看过之后会让你感叹人世间的命运 有时候就像弹在网边的那颗球 生死只在一瞬之间 欢迎来到尬聊电影频道 再一波关注带你走进精彩电影故事 这个年轻小伙名叫克里斯 短短几年之间辗转多个地方工作 丰富的阅历成为他求职的资本 可实际上他却是不甘做底层穷人 随时都在寻找能够攀爬到上流社会的跳板 他来到伦敦 租下地段很好 却又破又小的公寓 凭借他的网球技能 在一家网球俱乐部做教练 这里的会员非富即贵 幸运的克里斯上班没多久 就交到富家公子汤姆做朋友 汤姆出手很阔绰 还带克里斯认识了自己的家人 汤姆的妹妹罗伊对克里斯一见钟情 这天克里斯受邀 参加汤姆家的派对 一个金发碧眼 美国十八线小演员诺拉 引起克里斯的注意 克里斯言辞大胆 更借着打乒乓球的机会 和诺拉身体接触 原来这个诺拉就是汤姆的未婚妻 两个人相识仅仅半年 虽然母亲极力反对 但汤姆却沉浸在爱情中难以自拔 连续几天 克里斯都抽时间陪伴着罗伊 但言语间却透露出自己 是用时间换钱的 这一天夜晚 两个人确定了关系 回到家的罗伊 要求父亲在自己家的公司 为克里斯留意工作的机会 有了罗伊这层关系 克里斯和汤姆一师一游 两对情侣开始约饭 点菜时 罗伊喜欢鱼子酱煎饼 囊中羞涩的克里斯 只能谨慎地点了烤鸡 几个人聊起事业 罗伊认为实干很重要 克里斯却觉得机会大于选择 就这样 克里斯顺利进入罗伊附近的公司 两个人的感情顺利发展 只是克里斯经常会抱着罗伊的时候 总是想起另外一个人 诺拉 这天 他们回到克里斯的公寓 本来要过二人世界 罗伊提起 汤姆和诺拉邀请他们看电影 听到这话的克里斯 为了能够见到诺拉 执意想赴约 可到了电影院门口 汤姆却说诺拉头痛缺席 因为罗伊老爸的关系 公司里的人都对克里斯拍马屁 这个懂得抓住机会的年轻人 运气真是好得不得了 他开始像汤姆一样 喝名贵的红酒 穿羊绒的毛衫 这天 刚从商店里出来的克里斯 碰到去试镜的诺拉 诺拉有些紧张 克里斯提出陪他一起去 诺拉发挥的并不好 没有得到工作的机会 他提议和克里斯去喝一杯 期间 诺拉聊起自己 同是穷苦出身 经历一样坎坷 这让克里斯觉得 诺拉和自己才是一个阶层的人 二人说起和汤姆以及罗伊的感情时 却都给对方留下了余地 克里斯算是半只脚踏进了豪门 工作之余 频频参与汤姆家的家庭活动 准岳父对克里斯说 公司即将增添几个高管职位 并准备出钱培养克里斯继续深造 这边的准女婿天时地利人又何 可那边的准儿媳 却在婆婆面前处处碰壁 听到汤姆妈妈犀利的言词 诺拉生气地离开 克里斯看到诺拉临着雨出了门 转身追了出去 二人走到一片高亮地 放下彼此的角色为爱鼓掌 罗伊的父母很喜欢克里斯 诺拉却像失忆一样 故意对克里斯疏远 不久后 罗伊和克里斯步入婚姻的殿堂 汤姆一次打网球时 却告诉克里斯迫于母亲的压力 他和诺拉分手了 诺拉就如人间蒸发了一样 克里斯怎么找都找不到她的影子 回到家的克里斯情绪低落 妻子罗伊提醒她 两个人已经有一个礼拜 没有亲热过了 她想尽快要小孩 二人再次相遇 是在一个画展上 克里斯去接看画展的罗伊 却意外碰到诺拉 诺拉坦言 分手后心情低落 回美国待了一段时日 从罗伊口中 诺拉得知汤姆结婚 并有了一个小孩 爱人结了婚 新娘不是我 就好比电影开拍了 才知道自己不是女主角 诺拉始终在底层打滚 根本没有被扶上墙的机会 克里斯不顾一边的罗伊 问出了诺拉的电话号码 这天 克里斯陪罗伊来看妇科 前脚送走妻子 后脚克里斯 就踏进了诺拉的家门 二人翻云覆雨 难舍难分 有了诺拉的存在 克里斯甚至都不愿意交公粮 这让迫切想要小孩的 罗伊无法接受 这天 汤姆和罗伊两对夫妇 一起吃晚饭 聊着即将开夜的画廊 汤姆突然想起 那天碰到诺拉 还是那么漂亮 克里斯听后 却心虚地不敢结茬 几个人正聊得火热 碰到另一对好友 男人说 那天五点钟 看到克里斯在米堪堡街打车 克里斯却拒不承认 可男人却再三肯定 自己不会认错 第二天下午 克里斯推迟了重要的客户会面 来找诺拉 二人却发生争执 心情不好的诺拉 更希望克里斯能够离开 罗伊 完完全全属于自己 而克里斯近期的工作 错漏百出 可在老丈人眼中 这都不算什么 只要克里斯对罗伊 温柔体贴就好 职场上那点事还不都是自家锅里的肉吗 仗着妻子一家对自己的信任 克里斯更加有恃无恐 和诺拉的约会更加频繁 冬去春来 汤姆罗伊和几个好友商量着 要去萨丁岛度假 这时 诺拉打给克里斯 想现在就见面 克里斯放下电话 告诉罗伊自己忘了签署一个重要文件 现在要回趟公司 可罗伊却不放人 晚餐时 诺拉的电话居然打到别墅里 这让克里斯极度不安 可听到诺拉传来的消息 克里斯更傻眼了 诺拉怀孕了 上天简直太喜欢和人开玩笑 同样的种子 不一样的土地 抱着快乐第一的原则 上天却让诺拉受孕 而罗伊却千方百计 一点动静都没有 一家人正在商量明天去骑马 克里斯却说 秘书打来电话 明天他要回去处理工作 汤姆反问克里斯 你的秘书不是周末 去看他的父母了吗 克里斯接着扯 罗伊却无条件信任自己的丈夫 见到诺拉 克里斯不停地谴责他 怎么这么不小心 诺拉却说 孩子是爱情的结晶 不是例行公事的产物 克里斯要诺拉尽快解决 诺拉却不同意 反正你不爱你的工作 也不爱你的妻子 为什么我们不能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呢 克里斯心情低落 匆匆离开 从别墅离开那天 克里斯万般惆怅 对诺拉 她是真心爱慕 但离开罗伊 就预示着现在拥有的一切化为乌有 看到丈夫的惆怅 罗伊试探地问克里斯 是不是在外面开婚了 克里斯赶紧否认 她为一直依仗岳父的能量 在公司立足感到不耻 更因为罗伊 没有受孕感到自责 当然 这一切说辞 都是在罗伊面前演戏而已 再三权衡后 克里斯无法离开罗伊 在诺拉面前 她只能选择拖延战术 撑度假回来 会和罗伊提出离婚 诺拉不依不饶 可这段恋情 本就见不得光 要修成正果 更是难上加难 罗伊告诉丈夫 因为同行的伙伴紧急需要手术 因此度假推迟到夏天 克里斯拨通了诺拉的电话 想了想 却一句话也没说 此刻的克里斯心态骤然发生变化 和罗伊在一起时 克里斯迫于身份的悬殊经济的差异 总是感到矮妻子一截 可和诺拉在一起时 克里斯激情四射 她能够完全放下压力 和诺拉站在一条等高线上玩耍 可现在 诺拉成为不断纠缠 克里斯的狗皮膏药 她默默挂断了电话 随之而来的 老丈人把一个最新的赚钱项目 交给了克里斯 丈母娘也旁敲侧击地表示 自己等着抱外孙 克里斯幸福的生活稳定前行 诺拉的电话又打来 她催促克里斯快点回家 尽早和罗伊摊牌 克里斯却不耐烦地告诉诺拉 自己要两周后才回去 诺拉觉得不对劲 克里斯却匆忙挂断了电话 女人的第六感是最灵验的 诺拉直接堵到 克里斯公司的门口大吵大闹 称克里斯欺骗自己 克里斯情急之下叫了出租车 把诺拉送回公寓 看来诺拉的问题再不解决 迟早要伤到克里斯的根本 而按照诺拉的逻辑 要克里斯和罗伊离婚 那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 深夜克里斯失眠了 要怎样铲凭这个棘手的麻烦呢 第二天 克里斯来到老丈人的别墅 在枪房里取出猎枪 直接来到诺拉的公寓 又是承诺明天摊牌 诺拉听到克里斯的推托 再也忍不住 二人又是争吵一番 夜晚回到家 克里斯表现得很疲惫 却告诉罗伊 自己买了明天音乐剧的票 看到丈夫突然又变得体贴起来 罗伊抱紧了克里斯 到了第二天 诺拉接到克里斯的电话 称一切都摊牌了 需要见面戏说 傻傻的诺拉 一脸幸福 推掉了原本要见的经纪人 准备回家听好消息 处理好公司的业务 克里斯告诉同事 自要去打网球 可他的网球包里 却藏着猎枪 克里斯来到诺拉的公寓 却敲响了邻居 艾斯比太太的门 他自称是诺拉的好朋友 家里的电视 接收信号不好 所以想看看 艾斯比太太家的电视信号 可进门后的克里斯 却放枪送无辜的 艾斯比太太见了上帝 接着把所有值钱的首饰拿走 将现场 卫装成入室抢劫 距离和罗伊约好 看音乐剧的时间 还有20分钟 克里斯冷静了情绪 换上新的子弹 走出电梯的诺拉 听到克里斯在身后 叫着自己的名字 转过身的诺拉 只听到一声枪响 作恶多端的克里斯 匆匆赶去和罗伊听音乐剧 目的只是为了 不再案发现场证明 计程车上 他充满恐惧和懊悔 但面对利益 他不得不做出选择 警察将现场封锁 并认定这是一起入室抢劫案 可怜的诺拉 只是运气不好陪绑而已 镇定的克里斯 把艾斯比太太的手势 在栏杆落到地上 警察局的电话 很快打到克里斯那 看到诺拉的日记本 克里斯不得不承认 二人的关系 但为了家庭 他希望警方保护他的隐私 并且不要和谋杀案 扯上关系 克里斯留下自己的手机号 离开了警局 可他却再也没有 离开过良心的谴责 警长经过一晚上深思熟虑 神话般地解构了 克里斯作案的细节 可同事听后 却说出另外一宗案件 就在凌晨四点钟 同一个街区又发生枪杀案 而警方在死者隐君子口袋里 找到了艾斯比太太的戒指 可探长的神推测 却再次应验 如果是克里斯 拿走了那些手势扔了 被隐君子捡到呢 鉴于没有证据 这些都只是推测 而真相却随着 克里斯和罗伊孩子的出生 渐渐被掩埋 电影到这里结束 这部有吴迪艾伦指导的 剧情片 在2005年的 嘎那电影节首放 讲述了一个渣男 天时地利人和 无比幸运的 寄身上流社会的故事 结局 他侥幸逃过嫌疑 但相信 他一生都无法逃脱 良心的谴责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下期见吧 么么哒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想看更多的有趣视频 欢迎点击频道首页 记得订阅 尬聊电影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